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能帮你提升审美的学姐研习社 这里有满满的变美干货 那我是三无学姐 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来不吹不黑不抬不捧的说一下 小松菜奈和段小薇这两个人的颜值差异 那也给我们普通女孩提供了一个变美参考 在模仿自己喜欢的风格的时候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该怎么样去避免踩雷呢 其实这两位妹妹的五官分布比例呢 是有一定的相似程度的 五官拆开来看的话可能还觉得段小薇的眼睛更大 鼻子更挺 嘴巴呢更微笑嘴唇 但是合在一起看的话 为什么就没有整体的感觉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出在眼睛和嘴巴上 这里我两个人都选了精秀的美图 大家感受一下差别 段小薇呢第一眼吸引人的是她的嘴巴 而她有线条感的嘴巴呢 则会给人过度修饰的感觉 精致足够但无意感不足够 而小松菜奈的第一眼吸引人的是她的眼睛 她基本上都只是露出半个眼球 放松眼睛更有无意的感觉 此时无意甚有意 所以两个人呢 一个更像是精致装饰出来的厌世少女 一个呢则是与世无争的笼笼少女 那当段小薇把刘海掀上去之后呢 注意力一下子就不在嘴巴上了 段小薇因为嘴巴凸 当其刘海盖下来的时候呢 加上面中部比较扁平 脸上就只有一个嘴巴是凸出来的 所以这个视觉感受呢 就会非常的明显 而她后期呢掀起厚重的刘海 发挥皮相 也就是眉眼上的优点 还是她正确的打开方式 掩盖掉了骨箱上的缺点 也在范围感上面制造出了港风感 其实港风路子呢 特别适合兔嘴女孩 美人三分棒呢也是港系里面出来的 这也是我接下来近期要做一期内容 兔嘴女孩自救 港风才是兔嘴最佳的打开方式 如果有兔嘴困扰的小姐妹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那这里就需要说一下 如何去分析你自己的五官 自己的气质 以及你喜欢的风格 这三个之间的一个匹配程度 一定要结合我们的五官 命门以及气质 做一个综合的选择判断 才可以把特色那一个特点去对大化的发挥 比如说小松菜奈 她的厌世感和疏离感呢 是来源于她的眼睛 所以眼睛呢 就是她五官的这个命门所在 而眼睛不够有疏离感的段小微呢 哪怕五官和小松菜奈有一定的相似程度 但是在气质上 就没有办法把这种疏离感 厌世感给发挥起来 因为小松菜奈的脸上矛盾感更强 这种少女感和眼睛里面的 疏离感的冲撞啊 会让人觉得它充满了故事感 加上脸部呢 有一定的刘白就给了这张脸想象的空间 而段小微的脸上呢 刘白相对没有那么的多 则更偏重于倚靠皮相 纯粹靠眼睛鼻子嘴巴来突出颜值 这种风格上面的厌世疏离感呢 则比较单薄 没有故事感支撑的厌世感呢 则会让人觉得是过度矫情 舒淇并不是标志性的美女哦 但是美就美在脸会讲故事 故事脸的刘白呢 一定要多 就像水墨画一样 聊聊几笔 剩下的给看客想象空间 那因为这种气质呢 是五官上面自带到 就会给人一种 还然天成 美而不自知的高级感 不会有任何用力过猛的感觉 那段小微她在模仿小松参赖的时候呢 问题就出在气质上面的不够网合 就难免给人一种用力过度呀 硬凹呀 感觉不是很自然 那当我们普通女孩看到一个喜欢的风格 想去模仿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审视一下 我们自己的五官和自己的气质了 甚至这个气质的优先级呢 需要排在这个五官上面 很多五官相似的人呢 他们呈现出来的气质都会完全不一样 孙仪和李庆的五官呢 就比较相似 但是一个气质甜美 一个气质清冷 因为孙仪依托的皮相有甜美感 而李庆更靠骨相有清冷感 依托骨相的李庆呢 年纪越大 褪去肉感这种清冷感呢 则会越来越浓 而偏向甜美的孙仪呢 靠的是精致的五官和胶原蛋白 年纪稍长的话 可能自身风格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那我们本期的审美视频就先到这边了 如果你们有其他想看的可以在评论中跟我说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视频的话 记得要帮我三连一下 你们的每一个三连都是我